上回书正说到十四娘问冯生 有个姓刘的 刘沐人你认识吗 这才把那个符文的事跟他说了 冯生看完那符文进到屋中问十四娘 我能去吗 十四娘一想啊 我让他上那去好 省得会处银台府前来催请 让他知道 他这人哪 没准 怕灾面 他是非去不行啊 所以说你去吧 不过 我可有个条件 不准天黑 你得回来 不准在外面喝酒 如果你要回了晚了 我可走 大奶奶您可真行 回了晚了您就走 我尽量早回来 您别走啊 我就说呀 你那么大人怎么自己 你管不了自己呢 你不许早点回来 我不是为了我 我不是非管您不可 我是为了您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去了 那你去吧 去给人家买点礼啊 那我知道 带几个零钱 就不用管 就送了 我自个儿给你拿去 就完了 冯生 从家中出来 在门外边 买了一个纸盘 就走到刘氏 白棚的门外 哦 高大西棚啊 门口扎着彩子 过去那大家办白事 可够个样的 早有管家出来 呦 冯爹 您来了 您给我吧 把纸盘接不去了 就听门口啊 咚 大锣子响成了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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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号响了 有俩大小块的 穿着青色剑袖 腰筋大戴 头上戴个大仙帽子 身上背着往边 一个红帽子 一个黑帽子 一个叫日直 一个叫夜班 微无一 这就回话告诉里边 来了吊笑的了 风声往里走 哦 风帝风帝 风帝风帝 来到里边灵棚呢 当中叫有灵台啊 灵台上边 呜 左右 有两个门 挂着白粗布的帘子 就仿佛过去那戏台 那个帐子一样 上面挂着碗帘 和帐子 有笑在那裴灵 插房在底下呢 正当中有一供桌 供桌上摆着素供 有香炉 有辣签 迎面呢 有一个影录 影录就是死人的像 那时候没有相片 都是画的像 风声来这行礼啊 你茶房一敲 你吊钟啊 后边有人做哀乐 吹那横铁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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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新闻里之后 那茶房那下吧 喊声谢了 有孝子呢 再磕一个头 作为谢孝 风声从灵台上下来以后 有知客来让 风声您请这边坐 请这边坐 客厅坐吧 那这边喝茶 你呢 哎 风声 刚要往里走 找个地方坐下 就听身后的 风的哥 哈哈哈哈 一巴掌就拍他肩头上 风的那么一回头 喝 这个不得劲呢 怎么了 小楚 因为自己知道 上一次在处银台府 是酒后失言 自个赶脚 这不合适的 所以看见他以后 又仿佛对不起他呀 要看这人 有那么可恶 呦呼 楚贤弟 楚贤弟 哈哈 这可不对啊 我得罚您呢 大哥 哈哈哈哈 得罚您吧 我受罚 于兄认罚 哎 什么事您认罚 您知我说什么 上一次不应该 在银台府 哎 咱不提这个 咱哥俩 您打了我都没关系 可这怎么了 哎 我说是今天的事 今天怎么了 今天我这不刚见面吗 我问问您 这不是 不同志刘就说了 您跟他们交情近呢 跟我交情近呢 怎么意思 哎 我下请帖请您呢 您不上我那去 您上这来了 您就上这了 咱哥俩见个面一块来 您看这多耽误事 说这小楚 怎么也上这来了 小楚也见福文了 他请逢子爷 他琢磨得准来 没个不来 那个这 他那个脾气 小楚太知道了 一枪火他就来 怎么没见 嗯 哎 跟着见福文了 他一见福文一想 没上我这来 哎 说不定 他准上那去了 结果对小楚就上这来了 一进门的时候就打听 冯杰镇的 冯杰镇的 冯爹来的 没有 没来 嗯 后来又问问本家 给那下了福文了没有 肯定得下去了 怎么没见 小楚行完礼之后 就听后边 直上人课了 他就躲一边了 他就藏在林棚的后边 他一看呢 是冯杰 他沉住了气了 冯杰镇兴完礼下来之后 随后他从林棚的后边 他就走出来了 慢慢到身后的一拍尖头 所以他才这样说呀 我请您 您怎么不上我那去上这了呢 嗯 楚先帝 我没见到你的情帖呀 不对 我派管家给您送去的 我真没见到 我要见到的话 我还能不去吗 没见到 你别弄 哎哎哎 风筝哥来来来 您给我出来 小楚把 逢蝶就让出来了 一直来到大门外 我们家的管家呢 哦 门外站有管家 说那边喊呐 那边是马号 哎 除阴台湖的管家 除阴台湖的管家 哦 来咯 有两个管家 从那边跑过来了 哎 哎呦 逢蝶 您上这来了 好 我问你 逢蝶说了 那青帖没见着 你小子把那帖给送哪去了 说 哎 逢蝶 这个铁 我可送您 辅上去了 教您门口那管家了 您跟我们大爷要这么说 让我卷铺走 那可除我放过了 您怎么会没见着呢 是不是管家没给您拿进去 听见了吗 方大哥 是兄弟跟您说下话吗 那也许我的管家耽误事了 咱们甭管这和那个了 走吧 上我那去吧 呃 一说这 方就想起十四娘的话来了 兄弟 太对不起了 今天我还有点事 改天 我一定上你那去 不行 哥哥 咱哥俩这交警什么话甭说 今天清醒 好好的咱哥俩聊聊 您无论如何 您要不去 我给您下跪 嗨 你这是 啊 现在 我有嫂子了是吧 啊 还得请示请示 我替您请假行吗 正说的病声 那个时候那个人呢 就是男子为天 女子为地 一说对脸红 有点不挂 如果这个事 要是换一位 那就好办了 哎 对不起 我得跟太太告假去 嘿嘿嘿 咱们明天见 回见您的 完了 风生不行 他不让人啊 我得跟嫂子 给您请假去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走吧 您的 我让 把马都牵过来 俩管家跟小楚 一人一计马 是三计马 三计马牵了之后 小楚说了 冯德哥 您骑我这计马 你呀 跟着走 跟管家 一个管家跟着走 你那马给我 走吧 哎哎哎 出贤地 咱可这么说 我到了府上 我可待不住 您哪 进了我的门 到屋里坐一会儿 您走您的 不就完了吗 行 好 就这样的 翻身上马之后 三计马 跟着一个仆人 一块走的 回到楚银台府门前 雷主司将鱼壳 翻身下马 有人把马接进去之后 拴到马号去了 小楚与冯生 手拉手 来到了客厅 到坐南房 进到屋中 坐下坐下 给我大哥倒茶 哎 大哥 您看啊 我为您呢 准备的韭菜 我知您爱喝 把那桌韭菜 给我端上来 啊 我可不喝啊 怎么来这事 咱哥俩 怎么越弄越远了 您还恨我是怎么着 这怎么说的 管家把桌子之声 摆了一桌韭菜 来吧 来吧 不 这饭口 说话这不就晚饭了吗 您得吃点吧 我吃行 不喝 兄弟 我寄酒了 您您您再说一句 我没听明白 我寄酒了 您要寄的酒啊 我寄饭 别人酒能寄 您的酒寄不了 别瞒我 您是恨我 您要恨我 您不如您打我一顿 要不您拿刀 把我宰了行吗 今儿个您拿刀 拉了我 兄弟 我要是一皱眉头 妈 那是我不认罪 您还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 您也得喝 您这怎么了 拿面一局 风一不好意思 好吧好吧 我可不多喝 您喝一点也行 哈哈哈哈 来吧 咱个俩先干这呗 旁边我管你给真酒 两个银壶 俩管你过来来来来 给他们满酒 我跟您呢 咱碰杯 行吗 咱痛快痛快 好吧 咱神话甭说了 心里有数 我不知对您怎么好 我哥 您 风一看这个 不好意思 自己眼泪下来 好一两杯这杯酒下去了 来来 管你我给满声 是吧 可是 三中酒下去以后 冯生在家里 每天就给二两酒 根本就喝不拘 就欠量 他能喝 小楚呢 花言巧语的 有一罐他 是一对一杯 冯生想这个 要讲喝 你喝不过我 他能喝 难道说我不能喝吗 哪知道 一会儿公主 酒最如泥 说小楚呢 小楚没事 说这怎么回事 两把壶啊 俩阴壶 一壶一样 一壶 白酒 是一壶 凉水 早就安排好了 冯生一看不行了 因为什么他知自个儿的量啊 他喝这么写个没事 说句现代话 没问题啊 那今儿怎么醉的 半个多月了 他这酒 根本就不够量 他已经差着呢 什么事也是一样 自己有了节制了 或者把它撂下了 再拾下来 和就费点事 都一样 每天就喝二两 今儿个来四两 嗯 就感觉有点多 哎呦 坏了 再喝得紧 趴桌上了 嗯 不行 头晕 哥哥 起来 壶中酒 咱把它喝起就完 好吧 不不 不行 不行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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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扶起之后 还让它喝 冯爷 感觉着对不起 小楚了 又喝了 好 这会可真够呛 一会儿功夫 趴在桌上 有点困了 睡着了 似乎心里明白 可一阵明白 一阵糊涂 来来来 把冯爷扶到屋中去 别在这儿 躺下睡去 哎 俩管那么一架子 小楚拿手 一摇他的头 大哥 大哥 您醒醒 多损呐 到这时候摇脑袋 越摇越怨 把冯爷就给 架到屋中 放在床上 光当躺在那儿了 这个酒 要喝到这个程度 脚底下一拌蒜 脑子有点晕 眼睛睁不开 语无伦次 如果打外边 回往家里走 咬着牙 能走到家去 是最好不过 无论如何 半道可不能坐在地下 也不能躺下 如果走在马路上 要是一躺下 躺在地下 就起不来了 再想起就完了 在家里也是一样 躺在床上 甭响起来 因为到这个程度 就够呛了 所以逢生 酒醉如泥 随后小楚就告诉管家 去 把外间屋都撤了 外间屋的酒菜 全撤了 屋里的灯呢 也给吹了 刚管家 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办 行 您甭管了 一会儿就有管家 从外边进来 来来来来 往里搭 小主指点他们 这这这 咱们放 咱们放 放好了 出去 他们就都出去了 单说逢生 迷迷糊糊 这个酒啊 喝的可是真不少了 因为喝的也紧点 酒醉如泥 到了半夜 三井多天的时候 喝这难受 酒后私饮 渴呀 嘴干 渴醒了 因为他有酒量 醒了以后呢 虽然有罪意 但是心里明白 哎呀喝 哎呀喝 坏了 息说 大概 我是住在银台府了 说大奶奶 十岁娘那怎么着 现在顾不了了 自己想啊 可能我现在 是在银台府了 十岁娘那怎么着 爱怎么办 怎么办吧 这个手头 还能一搭呢 身旁躺着一个人 哦 逢生迷迷糊糊 在分析的一个事 可能是个书童 陪伴着我 怕我夜里喝水什么的 说会不会是小楚 逢生知道 绝不是他 因为他那个老婆 软湿 管子管子很严 夜晚绝不敢离开 所以他拿手 推旁边的书童 醒醒 说东儿 东儿 哎呀喝 给我 倒杯水来 茶水才好 东儿 水这么死啊 哎呀 小孩儿嘛 睡觉真是 叫不醒 呃 呃 醒醒啊 说着话 他这手往上走 那子 推在身上 不行的话 摸他的脸去啊 再不行 捏的鼻子 不得醒了吗 那 啊 他这手刀上 一笑碰到鼻子了 冰凉 再一摸呀 死的 而且摸他耳坠子了 耳朵带坠子 耳钳子 卡在耳朵上的那个短子 叫钳子 长的 带坠的 那个叫坠子 男的有带耳坠子的吗 啊 男女有别 瓜里之嫌 为什么来一个女的 再摸死的 冰凉 棒硬啊 他一挺身 跟他坐下来 屋里的漆黑 就见窗外的有灯光 有脚步声 就听有人说话 冯凉 我们大爷怕您可 怕压着给您送茶来了 怎么没回去啊 自妞 外江屋门开了 灯光进来了 里江屋 软联一起 管家把灯入进来了 冯凉 刚才 那春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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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这可不对 哎呀 冯凉 您这 这鸭叫春空 我们大爷啊 怕您可 让他给您送茶来了 您 这 您这是个 死了 喝 走走 跟他大爷说去 好嘛 这怎么说的 俩管就走了 冯凉气的直哆嗦 这时候酒也醒了 他没个不行啊 他运这么大事 还不醒酒啊 哼 小丑啊 你好狠啊你 你这 你这按着什么心 气得坐得 抗人动不了了 就听外乡屋 有人说话了 放你妈的屁 胡说八道 我冯凉哥不是那人 大爷不信您看呢 冯凉哥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您咋 我跟您 哎呦 大哥 嗨 说着小楚往前一气声 看了看那丫头 后边这两个沙灯 都支起来了 挺亮的 他看着冯凉坐在床里边 脸都气紫了 浑身哆嗦 您这可不对 我跟您说啊 楚阴台府的丫鬟有的是 您要是爱 爱哪个 您告诉我 您领走 您收房 您拿借 哎 您 您这是干嘛 喝点酒 不大爷死了 哎呦 给弄死了 嗨 您怎么能办出这个事来 小虎 你混蛋 哎 你还甭骂我 我告诉你 你要骂我 给您样看看 你干什么 你想一世无间吗 啊 你想灭口 你做梦 行冯的也不是这么好欺负 少说废话 把他给我拉下来 拿上绳子捆上 后边的管家一伸手 从屁油后 他带下了绳子 早准备好了 伸手一抓冯呀 你 那还 逮他还不好逮吗 那是书呆子 俩管家就给他拉下来了 拉下来之后 拿绳子一捆 先把他绑到后边花园去 封一破口大骂 那就不由他咯 小楚回到书房 已经准备好了 写了一封信 另外 有一个包 这包是温银 一千两 银票 管家 现在什么时候了 四经来天 马上欺着马 上府洋 把这信 跟这包 交个知府 听他回信 听见没有 哎 好听 管家把这封信 跟这包揣在怀里 马后背上一骑马 龙片江阵 等分身上马 马上加鞭 我 一路上无书 来到了广平府呀 鱼坑 勒住四将翻身下马 马拴着猛狗 有公开看见 哪呢 楚印台府 管家 您请里边 让你门房呢 您有什么事 天刚亮 我们公子爷上来的 有封信 这还有一个包 要投地知府 哦 您稍等一等 我们大人 可能还没起 快点快点吧 哦 一会儿工夫 有公差从里边出来了 您那信呢 在这儿呢 您给我吧 我可得听回信 行行 连这包也接过来 连那信接过来 公差给拿去了 回事 进来 跟大人回 楚印台府来管家 送了封信来 这还有一个包 给我 广平知府 接过来 把这包放在一边 一看那信品 上面写着 宋城 公祖大人 安启 下款写着 内乡 撕个信品 抽出信仁 打开一瞧啊 公祖大人 台剑 声援 京凤寒 不为别事 只因 与冯家镇 声援 冯生 孩童厮守 至此之交 于昨晚 饭 请 冯生 到舍下 前来 赴宴 不料 冯生 持久待醉 留冯生 在银台府 下榻 十夜晚 唯恐他 酒后 私隐 派梅香 前去送茶 冯生 酒后 无德 见美色 其阴心 阴间不云 打死我家梅香 为此 要求公祖大人 将冯生 置之于死地 与梅香 逼长 对命 随信奉上 文银一千两 请求蓝宴 下款 是 声援 楚某 也就是 楚银台的儿子 那还不知道吗 一看这封信 就知道了 当地 住了一个 楚银台府 那知府 能不知道吗 在某一个地方 也是 地面官得知道 你这个地方 住几个大官 住几个大宅门 儿子 住几个名市 申董 他都清楚 何况 这小楚 跟银台府 里边 他是一个 正坐教的 当家人 所以 当地这些官 跟他都有个来往 今天看完这封信 以后拿手 摸了摸这包 软绵绵的 就知里边是银票了 因为他信上 写着了 随信奉上 文银一千两 再分一分析这封信 肯定说 他那姓冯的 这里有过节 如果真要这个事 为什么他不让我验尸 他请求拦验呢 哎呀 知府很为难 应该怎么办 应该啊 人民案 先得验尸 验尸以后 抗怎么死的 什么伤 验完以后 这是这个案的根据 随后再问案 原被告传到当堂 当堂退职 找证据 找根据 那不就公了吗 这不是公事啊 这是私事啊 您说这人命关天的 又不敢得罪他 他爸爸在朝为官 是个银台 通正史 那了得吗 犹豫了半天 后来一想 哎 也罢 看在温银 一千两的份上 算了 告诉 处银台府的管家 就说 我修书不及 照书行事 叫他把犯人 给我送来 是 这管家 听这公差 那么一告诉他 好嘞 出来骑的马 都翻过去了 回去以后 下了马 到里边 大爷信送到了 那包也交他了 知府告诉公差 跟我说 叫您 把缝约送去 把车准备好了 马车准备好了 派两管家 跟打官司 随后 这个车把是啊 把这个车 赶到门口的时候 一看 哎呦 外边走路了 接过邻居 围着这些人呐 哎 坐下坐下 闪开闪开闪开 就有两个管家 驾着冯生 从里边出来 冯生是个闹 上车上 上车上车 把冯生给推到车上 俩管家骑着马 赶车的把势 摇着边 跨车边 哇 别看了 别看了 诸位 看什么 刚才那是 冯家在那笑的冯生 昨儿晚上 他们喝醉酒了 看那鸭子长得好看 阴间不云 把鸭子给制死了 懂吗 他在门口 这么一宣传 这么说 好多人都围着看 七言八语 说什么都有 说冯生 哦 冯家镇那个 广平民事 有学问 怎么办出这个事来 和银台府这管家 在门口 这个嚷嚷 越说越得意 七言八语 越说的人越多 越说人越多 看着呢 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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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门前大造舆论 他可不知道 在人群当中 可有冯子爷的管家 他就会发动了 他会发动了 事的 沙 沙